四季幼儿园运动会 所有的奖杯都是用回收制作 这个奖杯很不同 是六岁的婷逢和妈妈共同的创意 这个编制是因为她在学校学 然后她又拿回来给我看 那么就把那些旧的衣服 那些剪了就让她这样编制 这是看家里的废物利用 刚好有那个100plus的罐 Tomato的罐 奖杯的制作不只是让孩子学习 废物再利用 同时也是亲子间的假期作业 其实做这个奖杯 可以增进我们母子的感情 我们平时都是会很忙 很少就会跟孩子互动 借这个机会 我们就会在一起 好像做一样的东西 这个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趋势 就好像装沙的时候 她就一边装 就一边跟我们玩 然而好不容易完成的奖杯 是要跟其他的幼儿园进行交换 你们知道这个奖杯从哪里送来的吗 所以这个奖杯可能你看是简单 但是里边的祝福是集合了很多元素的 爸爸妈妈跟孩子的祝福 所以要送福到你家 平凤谢谢你 恭喜制作这个奖杯 懂得分享快乐就会加倍 达安新闻马来西亚最后报导 我们刚才说我的天啊 我们都没有内 enemies 我们也能存在 我们自己有养王